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参加台北市警察局新就任分局长交接典礼前首度鞠躬道歉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台北市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都是我的责任 我都必须承担 我也应该用尽全力来弥补 我身为台北市长 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致上歉意 针对台北市新医区某幼儿园狼事案 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公开鞠躬道歉 强调身为台北市大家长 有任何孩子受伤都是他的责任 他也表示会检讨改进 让法令与政策更完备 以免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造成孩子伤害与家长不安 针对媒体提问有关家长无法看到完整的监视器画面 因为检调在调查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画面是可能在检调的手中 但是这个部分局处本来也就是应该要尽全力的来做到他们该做的 另外一方面关于回信的部分 昨天市长也有来对外说明 经过我们目前的清查 来信 局数都有来回复 那我们会再持续的来清查 并且希望能够给家长 以及社会一个最好的交代 台北市 现在江湾市长是台北市的市长 我们这边的原则就是 希望能够本于事实 然后也拿出一个态度来面对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就是 该检讨 该精进的 都一定会依照这样的原则来检讨 因为强调 台北市政府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承担 应该要做的任何检讨与精进 北市府都会尽速的完成 并且对外说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另外 市长蒋万安也齐取新到论的分局长 要积极执行暑期青春专案 贯彻交通安全年等政策 同时也指出 台北市今年1到4月 新轮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人 冠居全国 显示交通安全年 政策的推动有初步的成效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台北市警察局新就任分局长交接典礼 配合警政署全国警察机关重要警职人士调整 这次台北市警察局共有中山分局 南港分局 文山第一分局 信义分局 及中正第二分局五位分局长异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除了齐勉新任分局长 也提示未来重点工作 首先是积极执行青春专案 确保青少年属其安全 暑假期间 青少年容易涉足不良场所 被不法分子盯上 成为犯罪的被害人 警察局一定要加强查计 毒品 帮派 诈欺 而照性剥削 性影像等案件 落实分零分重 誓诈宣导 并且就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包含網咖 建制游戏场 KTV 夜店 酒吧等 加强规划 巡逻 林检等相关的勤务 实践对青少年的保护 暑假期间同时是旅游的旺季 郊安也要求台北市警察局 致力维持交通顺畅安全 实践交通安全连愿景 过去 事故发生的曲线图都呈现 暑假期间往上的趋势 而交通上官的单位更需要严谨地执行 各项交通改善作为 特别针对暑假期间 我们所举办的各项活动 一定要进行交通疏导 持续经济 务必将民怨以及对交通的冲击 降到最低 根据交通部7月份 道安记者会公布的数据 今年1到4月 台北市在行人死亡人数 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 为全国减少最多 另外在完善行人交通安全措施上 台北市行人专用10项及早开10项 已经完成1343处 也是全国之冠 让脚安大力赞许 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 陈永华的用心 及所有警察同仁的付出 让台北市越变越好 这一次道安记者会公布的数据 1到4月 我们各县市道安表现 与去年同期比较 台北市在行人死亡人数部分 减少12人 为全国减少最高 在完善行人交通安全措施当中 行人专用10项早开 截至6月25日 台北市已完成了1343处 将上个月增加了52数 都是全国之冠 感谢全体陈永华同仁 努力推动各项市政 一起让台北越来越好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 为了要帮助严损者顺利就业 阳光基金会 攜手餐饮业者 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提供严损者实习机会 并推出了悠有卡消费满额捐公益的活动 营造友善多元的职场环境 因为脸部到颈部有着大面积血管流 让丽妍在就业上遭受许多异样与不友善的眼光 她认为严损者一样拥有专业的工作能力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在职场上需要同事的同理而不是同情 在我第一次出社会的时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的房屋人员 然后我在当时 我真的很疑惑的事情是 在我每次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的时候 却有一个阿姨会一直来帮我 但是我其实当下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或者是 其实我也说不出哪里奇怪就是 其实我可以自己完成工作 但是她都会来帮我 但是后来呢 就引起了其他同财的一些 不高兴 对 不高兴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去帮她 然后不帮我们这样子 然后她就突然移出丁远的说 因为我觉得她看着很可怜啊 对 她就 在大家面前 对 在大家面前直接说 因为我觉得她看着很可怜啊 然后我就觉得 嗯 我们的外表不能够 去 证明或者是 等同于我们的能力 其实我是可以自己 完成独立的作业 也可以跟别人有同样的 工作能力跟工作态度 在于工作上 只是大家会以刻板印象 或是觉得说 嗯 我们可能就是 嗯 很看起来不一样啊 所以就觉得我们很可怜 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是 以同理而不是同情 的态度在面对 就是我们 严顺的朋友这样子 原本担任客运司机的张先生 因为罹患口腔癌 术后影响语言和吞咽功能 外观也留下明显痕迹 半年多来找工作四处碰壁 餐饮业者提供的实习计划 让他看到一线曙光 重新展现真正实力 阳光基金会 攜手餐饮业者 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号召企业一起响应 营造多元友善职场环境 帮助严损朋友实现职业梦想 请问 你会以长相安排工作吗 你曾经拿员工的外貌开玩笑吗 你会用外表而决定提拔的对象吗 你们会羽貌取人吗 南光有43年的历史 但目前我们积极的推动 脸部平权已经14年了 那除了今天的职场 脸部平权的推动之外 我们过去曾经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 从圆游会 亲子圆游会 从策展 从国道马拉松路跑 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国人知道 脸部平权的重要 因为确实每一个人 身在这个地方都有 应该要被尊重 以及拥有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是我们一直在对社会大众 一个宣导的一个理念 那今年呢 我们把目标放在职场 其实阳光非常的期待 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眼损烧伤朋友 在面试的时候 不再为了他们的外貌 所带来的这个刻板印象啊 这个歧视啊 而受到限制 所以我想说 这样的尊重平等 还有多元共融的 这样的职场的推动 我们也希望更多企业加入以后 慢慢的去扩散到我们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多元共融的 增重平等的一个社会 那我相信各位商友们一定都非常有才华 也很有工作的潜力 那只是缺少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希望这次的机会 能够让他们在职场上 花光花热 那这次的我们三餐餐有341家的门店 会餐理这个计划 那提供友善跟安全的一个实体的工作成熟 那帮助这个商友们能够真的很简单的 很轻易的就能够到职场上来 因为毕竟我们的餐里面 虽然中是服务业 那有些人既要服务业 可能说哎呀服务客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站 那是可以做的 那而且现在社会上对你这方面的 这个能够包容性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所以说这个不要担心 只要你勇敢的踏出来 那我们一定会 尽全力的帮助各位 能够在职场上花光花热 我觉得很棒的是 就是说参加参与的点很多 那很多人进进出出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动作 那用一个卡片 一个小小的动作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说 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做一些小小的构建 其实是我们也想借这个活动提醒整个社会 其实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这个能够接受不同的多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想我们的包容性一定是越来越强 那一点点爱心 多一点点包容 然后能够让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 无论在职场上或在生活上 都能够过一个有均严的生活 即日起到9月30号 民众只要使用悠游卡或悠游妇 到餐饮集团旗下品牌消费 单笔满额除了可享门市优惠 悠游卡公司还捐五元给阳光基金会 一起力挺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2024Trading Taipei朝台北开跑咯 台北市长蒋文安及文化局长蔡诗平 亲自公布朝台北前导影片及活动亮点 记者会现场也展现了音乐人跨国合作 相互激荡的魅力 台灣独立乐团Wendy曼布 和日本乐团Billy Rain跨国合作激荡演出魅力 为朝台北音乐节揭开序幕 台北市长蒋文安与流行音乐中心 董事长黄韵玲一同参与启动仪式 宣布上百场音乐展演 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启动 其实伟大的城市最重要 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来支撑 而一个成功的文化活动 它可以打造城市的名片 同时让这座城市出现在世界的形势力上面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初衷跟发想 从去年开始我跟蔡局长 我们不断地讨论 以及我们相关局处同仁 启示广益 但我们也借近 在美国Austin South by Southwest 他们活动的经验 我们做规划 所以我们很希望借由台北 我们本身的优势跟条件 包括我们有像北流 非常令人惊艳的这种文化音乐展演空间 场馆 以及我们有地方密度非常高的 Life House音乐的空间 同时最重要 在台北 我们汇聚了 让世界惊艳 音乐文化的人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在这样的基础 我们打造台北 重新站上 亚洲国际潮流文化的高峰 我们也要让台北 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首都 希望让台湾的流行音乐 产业跟产业之间 可以深度的交流 同时邀请国外的音乐节策展人 跟节目买家来到台湾 进行台湾跟亚洲的交流 这样还不够 我们必须把粉丝经济结合进来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做台北 Music Expo 也就是今年的9月的第一周 9月的7号8号 在这个地方 各位所在的场域里面的2楼 我们的无画馆的这个特展厅 我们会邀请台湾的音乐节 台湾的唱片公司 台湾的音乐节代表 一起到台北来进行深度的交流 那另外一个就叫Live Performance 为什么 因为有前面有产业的上中下游 我们一定要有后端 就是演出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边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会邀请呢 国内22大的售票音乐节 国内46家唱片 及经济公司的品牌一起加入 来我们这里策展 这是一个难得的展览 我们希望由各个公司 他自己来做互相的交流 其实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常常到海外去 可是台湾的唱片公司 经济公司跟台湾的音乐节 基本上直接的交流是比较少的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做深度的交流 朝台北活动将于9月2号至8号隆重举办 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音乐人共享盛举 包括魏如云 郑怡农 康斯坦的变化球 冰球乐团及理想混乱等 台湾知名音乐人 还有来自泰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等超过50座音乐人演出 打造距国际视野的音乐盛会 台北要做一个音乐节 全台湾很多的音乐节 我们跟市长汇报的时候 市长一直告诉我们说 不要做跟别人很像的音乐节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节 是什么音乐节呢 我们希望台北是一个平台 能够把全台湾的音乐节的优点 学习过来 但这个平台必须要向世界去伸出去 所以我们将来的平台会走的 会是一个以亚洲的音乐节的综合平台 做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也就是说外国的买家 外国的音乐的投资者 只要来台北看我们的超台北 他就可以看到全亚洲的重要的乐团 跟重要的嘉年华 音乐嘉年华在我们台北 这是我们的目标 今年只是一个开始 明年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 更好 就是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产业的论坛的对话 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协作 我们把Content Asia 全亚洲最棒的内容平台的大会 拉到台北来了 然后我们有Digi Asia 各位会看到最酷的广告 广告的平台 因为这些都是跟流行音乐 跟流行产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通通潜到了台北 再加上我们北流 加上宝藏岩 北裔 原来呢 我们就配合这个活动 开始规划了很多国际艺术的活动 这就是很像呢 在台湾 各位会看到 6号到8号 2号到8号 这一个礼拜 6号到8号这三天 我们不只是音乐表演 我们会看到很多产业界的国际界的人士 进到台北来 跟台北的产业界对话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会看到很多国际的 创意的艺术界的朋友 进到台北来 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跟流行文化 基本上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看到 台北的流行产业的实力 台北流行产业 也吸收这些国际艺术的 表演界的人才进来 我们共组一个论坛的平台 好 再下来 就是我们活动的第三个 也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地图 我们将来会用电子版跟纸本 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希望很多人手上 都可以有一张这个地图 循着这个地图 9月2号到8号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里面最特别的是 我们要特别谢谢 徐李平理事长 还有同志委副理事长 因为他们的协助 我们第一次把台北的音乐展演 民间音乐展演的空间 就我们所谓的life house 结合起来 我们这次有20家左右的 音乐life house 在这个期间 会进到我们的全体台北里面 也就是说各位 不只是在北流看到音乐表演 不只是在大安森林公园 看到音乐表演 也会在台北的很多家 跟我们响应的life house里面 会看到全体台北的表演 活动以充电及放电为两大核心概念 结合演成会经济 产业论坛及城市行动等 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为主场地 串联台北在地音乐空间 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强化不同潮流文化之间的交融与胡斗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 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的狼狮事件延烧 立委林月秦宇吴佩义 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求北市府厘清案情公布真相外 也将法律或政策漏洞 纳入未来修法的方向 避免让人心痛的事件再度上演 家长们想知道的是真相 因为市府团队的失职 让加害人持续的恶行 憾事重复的一个发生 狼爪延伸到二十多名的一个孩童 相关的责任难此起救 孩子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 身为父母的我们 也永远带着歉意自责 及愧疚的心情面对孩子 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王月豪 与待哽咽地为受害家长发表声明 台北市新义区某幼儿园受害人数 暴震一案引发社会关注 立法员林月 请与吴佩依共同召开记者会 除了公布事件时间序 厘清案情说明真相外 也提出修法方向 包括修改不当对待认定委员会中的 委员比例 性评委员会应该从国小放宽到幼儿园 达到全力性评 另外更要防堵不肖业者届时还昏 儿少福利代表只有两个人 如果有一个没有来的话 就只有剩我一个人去为儿童权益投票 如果这边律师跟家长代表也算的话 在这边2加2也才4 怎么去横比这13个人 怎么投票我们都不会投赢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期待是 第一个就是认定委员会 一定要希望台北市把它能够处理好来 因为孩子事实上是自若无能 他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清楚 那所以各在一半才是合理 两边的权益先照顾 还有一旦调查到公佑的时候 我认为主管机关可能这个比例 可能要更低一点 才能够真正的去考虑到 儿少权益 今天111年的12月 12月又有一个B案进去 可是一样的 那当然他是告诉原方 结果原方也是没有处理 所以不只是认定委员会 还有我们就届私还魂的幼儿园 是不是我觉得市府也要一并来做处置 立法院吴佩议则提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三大缺失 要求已经承诺启动行政调查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一定要调查清楚 还给受害家长与幼童公道 案发至今我们也不希望再是更多的 口水之间的互相的推托 这一个到底市政府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案件 在司法调查当中绝对通通都有会议记录可查 也有相关的通联记录 我们希望既然现在蒋万安市长说 他要启动2022年第一案通报之后 没有调查的重启调查了 所有的资讯公文都应该要确实的来提供 我们也希望监察院要向台北市政府来索取相关的资讯 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 市政府有依法依权责来进行停职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阻止更多的遗憾 针对儿哨全法第69条导致媒体无法报导相关事件的部分 李月勤则认为应该修法定定皆必行报导原则 让第四权能协助社会大众发挥市警效果 台北市只有这个案子吗 事实上前面也有一个案子 也是因为媒体不能报导 才又引发到后边 老师离开之后又去另外一个幼儿 有不当对待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突破 也就是只要揭闭型的符合公共利益的 应该 家外的应该 事实上是比照国外 提供学校名称 因为学校名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孩 至少学校名称要露出 让人家第一时间可以 我至少我知道 我今天是念这个幼儿园的家长 我马上很警觉的问我小孩 问了之后有异样我可能就会停止 甚至后边不会有持续孩子送进去 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修法的方向 林月勤与吴佩毅强调 两人接下来将汇集民间团体的意见 一起推动修法 将这起事件中的相关漏洞 有效填补改善 避免让人痛心的事件一再上演 台北市府连带我 家长说真相 家长说真相 修法补破洞 修法补破洞 记者张细腾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折折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要守护儿童健康 结合社会局、教育局及医疗院所等 共同建制儿童健康服务网络 进入幼儿园及社区提供学龄前儿童整合性的筛检 并结合医院提供儿童健康整合的医政室服务 儿童发展关键期为0到6岁 3岁前更是重要的发展黄金期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结合社会局、教育局及医疗院所 共同建制儿童健康服务网络 提供整合一站式服务 筛检结果若有异常 便能及早介入早期疗愈 把握成长黄金期 其实0到6岁是小朋友的一个发展关键期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为了守护儿童的健康 我们结合了社会局、教育局 共同建制儿童照顾的网络 我们会有专业的医师进入幼儿园 还有社区提供学龄前儿童的整合性照顾服务 也结合医疗院所在医院内办理儿童一站式的筛检 筛检结果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会及早进行转介跟治疗 那卫生局在此呼吁家长跟照顾者 要依照儿童健康手册上面的时程 带小朋友去进行相关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 来掌握儿童的健康 马街儿童医院医师陈慧如表示 国建署自113年7月1日起 新增六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方案 透过医师专业评估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认知语言、社会发展等四大面向 完整评估儿童发展情形 我们建议家长就是在居家的时候 使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 或者是台北市学前儿童发展的检核表 然后在居家做这个发展的一个检测 那到了健儿门诊的时候 医师会再依据这个新的国民健康署的这个发展筛检量表 然后在门诊实际帮孩子做筛检的施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有两个关卡的一个发展筛检的一个把关 那如果说这个发展筛检量表在门诊实陈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就会建议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检测中心的联品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新制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这个量表同时呢有包含了四个面向 就是包括出道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跟社会发展 所以呢其实在完整的一个面向的筛检 相信一定是可以给孩子最完整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教具上都是比较是游戏化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玩具其实都是跟孩子的互动 比如说积木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孩子怎么去抓取这个积木 他是这样子抓还是用掌心抓 那只有这样一个互动过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一个发展 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图卡的部分 那总共设计有九张的图卡 那这个图卡的部分呢就是在现场 科医师跟孩子互动 然后让孩子去回答这样的图卡内容 那其实透过这个图卡内容的这个 孩子的这个表达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孩子其实居家的一些内心的背景是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孩子说 这个门黑黑的走出去好像外面有怪兽 他会觉得他要出去打怪兽 那可是这样回答其实听起来很可爱 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的问题 结果一查其实孩子常在家里是被父母打的 所以其实用这样的图卡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评估 不只孩子的发展能力 还有一些的这个家庭功能的部分 卫生局呼吁 若家中孩童一次跟不上发展进度 需尽快带孩子到北市18家 早疗评估中心或医院进行评估鉴定 台北市还有92家早期疗愈衣食机构 可究竟提供疗愈服务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物价上涨弱势家庭雪上加霜 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 发起实时来相助 餐餐有饭吃的劝募行动 邀请首位女性金钟影帝 哥仔系小生陈雅兰担任代言人 呼吁民众踊跃认真 帮助全台的弱势家庭 常年都是在做那种嘴银工 80多岁的陈德阿公 独自租屋在老旧三合院 做了一辈子的工 如今无法工作 还有严重气喘 因物价飞涨 十多年没涨的房租 年初一口气涨了25% 从4000变5000 让她的生活更加窘迫 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 邀请哥仔系小生陈雅兰 担任公益代言人 呼吁民众踊跃认捐 帮助全台弱势家庭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觉得社会责任 我们必须要尽的 并不是说很自私化的 因为其实是发自于内心 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就要思考我们的以前 虽然我们以前也不是说 可以这么的风光亮丽 但也是经过一段 前期必须爬上坡的日子 所以我们很懂得说 知福惜福 那用这个感恩的心来代言 尤其刚刚看到那个阿公 就是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其实有点热泪盈眶 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说 真的表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真的在台湾 虽然看起来很富裕 然后现在最近景气又非常的好 可是你没有看到的角落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刚刚的影片阿公一样 他几乎是住在一个 没有人关心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1919的职务营行 可以把他们找出来 那个感觉就很感动 然后帮他修散阿 还有提供食物给他 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 民以食为天 能够让他三餐温饱 这第一要件 第二要件是 有人在关心他们 他就不会放弃自己 我觉得就是 让他有那个动力 可以活下去 走下去 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只要 用心的去看社会每个角落 社会就会充满温暖 大家都希望台湾更好 所以每个身为台湾人 我们都去关心他 我们台湾会更好 根据1919食物银行 2023年年度报告 在近6000户受住户的 平均每月支出类别中 火食费占36.65% 水电瓦斯费占6.74% 居住占15.38% 总共三项基本支出 占每月总支出约六成 显示受住户有限所得 多花在基本生活上 一旦物价上涨 生活自然雪上加霜 在我们所支持的这些 食物银行的个案当中 大概有73%的人 其实他们是所谓的 社福的边缘户 其实在台湾社会福利 如果能够申请到 中地收入户 其实算是不错的 但是许多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他们申请不到 这个社会救助 那我们食物银行的个案 大概有73%人 其实就是这些边缘户 他们拿不到 任何政府的补助 那现在有1995年来帮助他们 在这些的 受我们帮助的人当中呢 大概有75%的人 是失能的 或者是独居的 如果没有人帮助 他们的日子 真的是还不下去了 那在我们帮助的人 这些人当中呢 他们的情况 工作的情况呢 你会看到 大概有65岁以上 失能的大概就占了 46.92% 或者已经退休的 就占了26% 那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加总的就知道 这些人 他们对食物的需求 或者生活上 需要人帮助的 那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基督教救助协会 呼吁民众 踊跃认捐每套300元的 1919救助套餐 期望今年至少募集6万套 资助全台5200户以上的弱势家庭 让许多像成的阿公 这样失能又独居的长者 能幸福开放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这个假投资的诈骗 竟然出现了一条龙的服务 刑事局在深入调查 一个诈骗集团时发现 有业者竟然招募工程师 替不同的诈欺集团 客制化开发假投资的网站 还提供云端伺服器的设定 后端网站开发等全方位的服务 简直就是诈骗集团的系统整合商 结果就造成了110人受骗 受骗金额上千万 专案小组冲进诈骗集团 根据地进行攻坚 这个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 投放投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连结 加入赖对话群组 再以投资为由 要求被害民众注册假投资网站 进行入金 初步估计共有110人受骗 损失金额超过 千万元 那诈骗集团 先与社群媒体投放可赚钱 被动收入的广告 吸引被害人点击广告连结 要求整个一个加入犯贤的 line投资群组 再以投资 为由被害人注册假投资网站 并以新台币1万元左右 小入金 以降低被害人的警戒 等被害人 预提领法律时 再以划述告知被害人 因为参与网站的活动 操作错误缴税 以及增加活力等各式的理由 又使被害人再投入更多的金钱 那本案总计有清查被害人111名 那假投资网站和网址有78个 财损金额达到新台币1千1万元 刑事局深入追查发现 有系统整合商竟然为虎做仓 招募工程师提供诈骗集团 客制化一条龙系统整合服务 从前端的网页设计 到后端的网站开发 云端伺服器设定 资料库建置 网域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及手机简讯验证等 通通一手包办 这次查获的诈骑系统整合商 它提供一条龙式的资讯服务 招募工程师 替不同诈骑集团客制化开发 假投资网站 提供云端伺服器架设 后端网站开发 以及前端网页设计 资料库建置 网页名称注册 网站客服 手机简讯验证等 全方位网站服务 刑事局一举逮捕系统整合商 及诈骗集团成员共15名 并依诈欺罪嫌 将全案移送高雄地检署偵办 刑事局提醒诈骗集团 往往利用人性弱点 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 利用被害民众 会议民众如果看到不合常理的高报酬 投资广告 及意义不明的因素组合网址 一定要小心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求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俗行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粉红夏日艺术季在基隆余会这边大楼梦幻登场 文官局打造梦境打卡小姑 多云策展巴比快闪店美食市集等 市长谢国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粉红盛宴 一走进巴比快闪店 陈列各式生活用品 提带及服饰等精美商品 让巴比迷绝对不能错过 巴比的快闪店 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 然后里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 美国限量版的巴比 然后小朋友有那些 就是少女梦就会有一些镜子 然后漂亮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他们撞饭 红红色展间 毛茸茸的玩偶 市长谢国良和议员宋伟丽 都忍不住自拍留念 3 2 1 金融粉红夏日艺术季正式开始 金融与会这边大楼90岁的古迹 今年暑假化身成为粉红市集 一直到8月18号 连续5个周末 举办期间限定粉红夏日艺术季 巴比娃娃的总公司 所合作的一个快闪店 所以这是一个 喜欢巴比娃娃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 为期5个礼拜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 来做一些粉红的创作 假如有穿粉红的观光客朋友 或市民朋友过来玩的话 那就可以来抽奖 领取一些小礼物 金融市长谢国良 文化观光局长江亭梅 亲自到各展间参观 12位艺术家注点在这里 分享他们的作品 它就是木头跟水泥 就是建造的 就是混搭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蛮漂亮的 然后在里面展 就是展览的话 它其实可以让作品 我觉得更有气质 就是搭配一些木头 跟一些水泥墙 然后空间其实也都蛮干净的 像我们这个艺术家 他用他的画作 来去呼应我们这次 这么巧刚好呼应 我们这次的艺术的一个颜色 刚刚他跟我分享 其实他觉得快乐 他就是这个颜色 他没有别的 而且他认为 他可以融合在自然 或者是我们想象里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画作 我觉得好感动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 第二杯 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 这一第二杯 因为爱自己女人最美丽 就是一个美丽的主持人 谢谢你 郑冰愉会大楼 变身成为粉红四集 搭配饮品 让民众随着自己的心情 制作专属的饮品 我选爱自己的女人最美 我们在做完饮品之后 会让客人来到这边 去装饰他自己的饮品 因为我们就是有跟Barbie联名 那我觉得打扮是一个很 女人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在饮品上面 他们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饮品 就跟他们打扮自己一样 那除了我们邀请 今年全球65周年的一个Barbie 来做大型快闪电的一个活动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邀请12位很好的艺术家 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 以及用他们的作品 来呼应我们这次一个艺术的粉红夏天 那在这个五周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可以欣赏艺术家 他们的所有作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市集 也有一些咖啡 还有一些饮料 基隆这边大楼结合了粉红元素 连续五个周末 邀请民众走访基隆 感受到海岸县的人文和风情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基隆美术馆与中华民国油画学会 攜手合作的银海基隆 Indingle油画特展盛大开幕 37幅油画作品阵容坚强 其中副市长邱佩玲展出 三幅原住民孩童的油画作品 温暖的用色与孩童的笑容 很有感染力 原住民孩童穿戴着传统服饰 脸上天真笑容相当具有感染力 这幅油画作品不管用色或者神韵 都让观赏者相当惊艳 尤其是把原住民女生的那种 神韵跟表情表现得非常好 这三幅看过去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可以从他们神韵跟微笑当中 感觉他们的活泼以及他们的热情 而旁边的两幅作品 主角都是圆明孩童 原来作品中的主角 是台湾原生同生和尚团的团圆 作者是副市长邱佩玲 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 我是一年半前开画展 那他们给我的灵感也给我的照片 画了之后我还做成了悠悠卡 他们也很开心 那钱均给原生的团体 我觉得我很高兴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人最真诚最灿烂的笑容 最单纯的小孩子 画这十幅画的时候 我当时心中是很安静很舒服的 其实画人像是相当有难度的 画人像不在于画的这个像不像 在于那个韵味可不可以十足 最重要是他的眼神 所以每位小朋友 其实我都亲自跟他们互动过 互动一阵子然后跟他们聊天 才可以画出他们的感觉 那当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 因为颜色要很很冲突 从画画当中可以看出原来我个性 内心中的跟我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金融百号油画特展 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知名画家 精选了37幅精彩绝伦的油画作品 金融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及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和艺术家们一起合影 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们有幸的透过这一次的油画特展 欣赏到许多艺术家的杰作 这些作品用不同的风格跟样貌 全面展现了基隆的文化风情 是一场难得的艺术跟心灵的饗宴 我们这次油画学会参加的这些画家 都是国内的顶尖的专业团体 这项展览作品涵盖抽象和具体的表现手法 透过每位画家独特诠释 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和新奇面貌 百味的油画运到我们这个场域 然后做好整个的布置 其实都是通力合作 而且我们基隆第一次迎来 这么这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览 也是开启未来我们在整个 我们文化中心这个美术馆的展场 的另外一个风貌 那除了这个之外 接下来其实除了油画协会所办的策展之外 接下来我们也有基隆新发140周年的策展 还有就是法国的鱼泥 第25小时的一个策展 都是在运用我们今年美术馆开启之后 不同的一个策展方向 也不同的一个模式 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赏到 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基隆 我们这个Indigo这个银海的这个城市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的作品 这场由画展即日起到8月25日 在基隆美术馆展出 每周艺术馆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把握时间前往参观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公民团体发起的 山海公民拆量行动 发起的二阶联署已经达标送界 前总统马英九 周日就到基隆驻奖扫街 力挺谢国良 前总统马英九 力挺谢国良 来到基隆宣讲 一下车就受到党籍议员 和热情民众欢迎 国良商人到现在 基隆市已经减债9亿元 从67亿元负债到现在的58亿 现在的财政状况 是20年来基隆最好的 谢国良是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市长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要呼吁乡亲 反对恶性罢免 这就是残爱忠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马前总统力挺谢国良 在现场重现胜利重握 2022年市长选举 马前总统力挺谢国良 多次到基隆站台握手画面重现 同时也象征这场选举 将获得胜利 耶 赞利 不论是会是否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 马前总统的加持对于国良来说 是最重要支持的力量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国良上任之后积极减债 从我们市政的负债67亿 减到了58亿 减了9亿元的新台币 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各项的政策 都非常的顺利 也让更多市民有感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会在马总统的指导之下 继续服务好我们的基隆市民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两人也合体在市场扫揭 签名 合照 来者不拒 市场谢国良 呼吁民众一定要站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名的选项 第二阶段可能不会过 但是它也很有可能会过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早就都做好一切的准备 那我们从3月到现在 我们一刻也不停歇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争取市民的认同 并且现在有很多市民 多数是不赞成罢免的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所谓的罢免选票 长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所谓 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要积极的宣传 不同意罢免这样的选项 很多市民朋友 到现在还不知道说 原来所谓的罢免选票 有两个选项 他们以为罢免选票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同意罢免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七八十天当中 一个重中之重 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要大力的来宣传 所谓的不同意罢免 只要宣传的顺利 市民都能够了解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选举 应该是可以顺利过关 假日的青土南新市场 相当热闹 马前总统和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摊位上消费 支持者也送上 凤梨等吉祥物 用实际的行动 给予支持和鼓励 记者 黄少铭介绍报导 另外 云林县县长张立善 嘉义市长 黄敏慧 及立法委员 徐宇珍 也到基隆 申援市长谢国良 呼吁基隆市民 一同反恶霸挺善良 云林县长张立善 现身在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 出席宣讲活动 力挺市长谢国良 也替他召屈 揭闭的人 发现弊端的人 还要被淘汰 还要被罢免 这天理何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正要拿出 我们的理性 来好好的 来支持谢国良市长 让他能够顺利的 做完这个四年 然后 这个是他的任期 也是大家 投票的初衷 我们应该 给他更多更多的机会 让他完成 他很多可多的证件 因为啊 不到两年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只有第三年以后 我这开始真正 真正可以跟我的 整齐六世 也到差不多第四年 开始在厌守 民众知道 原来你是在做这个 然后连任了 连任了 第一天 整个市政 整个管政会 的团队 开始 哇 跟各方的比赛 才能够得到很多 真正 那不说实在 初衷生 我们就不问了 那 关系 我们所有说 没有另外 也同样 他们也不晓得 到底要往哪里走 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 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 有太严苛 这样的要求 所以不可以一个 第二天 让一个真正 做到不错的市政 受到政治的迫害了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一同出席的 还有嘉义市长 黄敏惠 和市长谢果良 都是第六届 立法委员 现在分别是不同 县市的首长 对市长谢果良 上任之后 用心推动市政建设 给予高度的评价 让基隆有爱 各位 你也因为有爱 站出来 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加油 好不好 好 我跟果良说 不用怕 不用怕 我跟你说 我那时候恐怕 恐怕到 真正说实在 但是我们所有的市民 反而这样看到 看到我们 我相信 这一定给果良 带来更大的勇气 跟更好的养分 一定会越做越好 他真的值得大家支持他 最年轻 而且最好的市长 让我们一起加油 国民党要启动 反制罢免大作战 包括余林县长 张立善 嘉义市长 黄敏惠 以及立委 徐宇珍 21号来到基隆 参加三元市长 谢果良 反二霸活动 包括国民党 多位议员 也到场力挺 我们大概在12个月以内 尤其在一开始 根本没有新的小孩 爸爸自己的市政预算上 我们完成了五座的好的室内儿童乐园 平均两座每半年就有两万多个家长跟孩子造访 在今年内七座将全部完成 我们大家在市区 为了孩子 为了长辈 最关心的齐楼整坪 我们是一一的在市区 包括一一路 中正路上积极的施作 大家看到以前 卡妈店虽然很热闹 但是整个那个电线感好像蜘蛛网一样 全部都已经下地了 然后我们最关心的是孩子 我想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在每人每餐的营养午餐 我们增加了20元 跟台北市现在是一模一样的预算 反恶霸挺善良宣讲活动 现场涌入大批支持者 用实际行动力挺谢国良 记者保上云捷报道 保上云捷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擒跑基城的议长童子伟 特地到七度北极宫 参拜主寺神明玄天圣地 听取地方心声 北极宫的公主李金海 用珍贵的萧楠木 请木匠雕刻出玄天上帝的座下龟 蛇两将军的通天令牌 浪伦称奇 用珍贵萧楠木雕刻出来的蛇头龟座 珍武大帝通天令牌 里面更香上 三颗来自大陆云南 香格里拉牛奶湖的珍贵宝石 让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在七度区北极宫公主李金海介绍下 看得哲哲称奇 因为主要是 最后跟我们志士 最后跟志士叫我 台独的香格里拉牛奶湖 那三个薄酒 要怎么用一个座 把它放在高顶 要来放在这里通天令台 到时候我想想到 到时候我刚刚有一个小籃 我只能叫这个北极 给我们钓 给我们用一用 那三个薄酒 再放在那里面 琴跑基层非常重视名义 和公庙文化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特地到七度区 信众众多的北极宫 参拜主寺神明 玄天上帝 这上帝 行参拜地 祈求 祈求 平安顺利 来拜 更重要的是听取地方新生 作为民意代表 为民喉舌监督市政的重要参考 我们非常重视 每一间公庙的发展 每一间公庙的需求 其实在这边 走走拜拜 祈求 心灵上的平安 也可以了解地方的声音 我想对我们民意代表来说 非常的重要 也希望 大家在这个社区的生活 都可以有好的品质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 信仰以外 生活环境也可以更好 所以我想 可以在海哥的这个经营之下 让我们这个玄天上帝 有这么多的信徒跟信众 都会来拜拜 那我想这个 非常敬佩海哥的这个 用心跟决心 也发自他的真诚 三十几年来 如一日 都不变 每天在这边自己做志工 然后自己打扫 然后家人都来帮忙 我想这非常感动 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种 温暖 善良的一个力量 记者 吴俊松 吉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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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涉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架罚很大 一 提高酒架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架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架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中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